曬出一張張手掌縫合照 他是新北市雙核醫院護理師 去年五月照顧確診病患 卻凡被對方持刀刺傷 自己的右手被斷經 但除了他 還有兩名護理同仁也被波及 他在典數無奈寫下 六十歲犯了錯 要我給機會重新來過 那二十歲就失能的我們 要怎麼重新來過 一字一句難掩心痛 而傷人的洪信男子 要求法官重新量刑 如今被依殺人未遂等罪 和平判處十二年六個月 有期徒刑 二零二一年五月 當時六十三歲的洪信男子 確診新冠肺炎 被送到雙核醫院治療 但他不滿被隔離 多次和醫護人員爭吵 還甚至走出病房 被勸阻 幾天後他竟然拿著水果刀 刺傷三名護理師 其中一人為了奪刀 右手被斷經 到現在天天都得吃三種 止痛藥和安眠藥 但開庭當天 洪信男子卻不肯認罪 還辨稱自己看到病房 裡有很多鬼 所以才會想換藥換房 更痛批護理人員都有報復心態 護理師要他不要逃避 最後洪信男子被判十二年 六個月徒刑 全案可上訴 即便是處以殺人未遂 判處十年的一半五年好了 那至少三個殺人未遂罪 也應該判到十五年 但法院認定只有十二年 我們認為還是有再加重的空間 雙核醫院表示 感謝司法還公道 只是護理師站在第一線 照顧病患 卻反被無形攻擊 手上的傷痕 可以透過吃藥止住疼痛 但心中陰影卻沉了一輩子 難以抹滅的痛 《華爾新聞》告訴楊維尚 新北報導